海水桶梅花 梅花 桶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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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 桶梅花 眼睛 桶梅花 你过去的巴探巴探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官大本 胶怀 我要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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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啦 我求求你啦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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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戴人肉 平常有動嗎 讓我鑽幾層 要打幾層 再說給他 我是打 不能住 管我自尊 打完小口小王 怎麼可以這樣 對我 我 吹牛花 吹牛花 你拉拉拉拉 我 我拉他 吹吹 小喇叭 吹喇叭 一起一起笑 放爬 阿朋友 喇叭 沒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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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我回來了 起床了 東東 六點半了 三寶已經在外面等你了 臭小子 快起床 憑什麼 不許吵 不准睡了 拜託 今天是星期天 讓我再睡一下下 等一下下補習老師都來了 馬上給我去大便刷牙洗臉 還有跑步 不要 什麼都不要做 我要睡覺 東方胡 早上的空氣真好 再好也沒有我的被窩好 其實走起斷人身體的話 一天都會很有精神 要是讓我睡到下午三點 我會比你精神更多 不行了 讓我躺到片刻 你不會是想在這裡睡一覺吧 沒天理 星期天都這麼辛苦 這位小朋友 這裡不是用來睡覺的 不是啦 阿姨 我只是想知道這個長燈到底有多長 是啊 我們是來晨跑的 一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今天和莫領導打了一天的球 最後她輸給我了 周末真是過癮 老婆 你都在家幹什麼了 我今天和張太太去了大賣場 購物的感覺就是好 只有周末才是我的美好的日子 為什麼我就沒有周末 你不覺得你的周末很豐富嗎 我一早就爬起來實行你們所謂的全面發展計劃 有時體育 有時補習 還要學習書法 我快樂的周末都被你們毀了 東方胡 你有吃有喝 受著良好的教育 還抱怨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只是覺得我的周末事情太多了 你知不知道這個計劃是我和你爸爸精心根據教育學家的建議給你安排的 這麼做無非是想讓你全面發展 老公 你說我們多不容易 你多不容易 東方胡 你還有什麼要抗議的 東東 你要知道家教很貴 我們要負擔一個星期的補習費是很辛苦的 那把錢省下來好了 我的美好假期是不要打球 不要逛街 只要在家睡一天 你說什麼 什麼也沒說 我進屋去了 老婆 什麼味道 我的雞 又上胡了 如果每個周末都是這樣 我寧可每周上七天課 什麼時候我才能有我真正的假期 總算有個周末可以不用上該死的補習課了 我要好好睡一覺 東方胡 你上周的課外作業還沒有分析 我躲那麼遠你都能找得到 不只是數學 你上課前還有我的英語 書法可是中國人的第二張面孔 不會吧 都來了 東方胡 你敢敢跑到這裡來偷懶 東方胡 今天早上你還沒跑步 快去 跑十圈 東方胡 你最近是怎麼了 總是很沒有精神的樣子 東方胡 你該不會是提前衰老了吧 一點年輕人活力都沒有 看看我 每天精力充沛 算了吧 每天都莫名亢奮 讓人懷疑你是不是服用了光亮激素 我下求你 我回家了 東方胡 四瓜 等等我 你們都等等我 瞎屏 我不給你的教訓 你越來越帳狂了 東東 你怎麼無精打采的 想想開心的事情 今天周四 明天周五 後天就是雙修了 拜託 四瓜 你千萬不要提雙修兩個字 我的每個周末都想在地獄裡生活 難道你老爸老媽每個周末都虐待你 怎麼可能 東東爸媽對東東可好了 真是讓我羡慕 三寶 我們兩個換換吧 我神經都快崩潰了 換什麼 東東 我都被你說得糊塗了 我現在每個周末都被我老爸老媽安排得滿滿的 根本就沒有喘氣的時間 平時上課我還能偷個懶 偏偏周末的四十八小時都在他們嚴密監控之下 日子簡直沒法過了 其實我每個周末也有好多事情 要彈八個小時鋼琴 還要上芭蕾課 其實我每個星期六也要上劍橋音域的 我只是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假期而已 學校已經減負了 但是我們的負擔不但一點都沒有減少 反而比原來更累了 三寶 你說我們要是要求學校加付 是不是家長就會同情我們 不會給我們那麼多事情做了 哪有你說的那麼簡單 難道學生主動要求上進都不成嗎 為了我的雙修 一定要踏出這勇敢的一步 要求學校加付 好 東方胡 請你們尊重我一下 你又想幹什麼 聽我說 幹什麼 聽我研究發現 那邊學校實在對我們太放鬆了 老公 兒子沒有發傷 東東 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你們不要搗蛋 好好坐下聽我說話 我 三寶 絲瓜 還有蝦米 經過一個下午的研究 發現學校減負政策是相當有問題的 老公 這個台詞怎麼這麼耳熟 不要打岔 是 但是現在學校減了我們大量的課外作業 又實行雙修 會讓我們的學習質量下降 再說了 就算課外請補習老師也是和學校老師有差距的 向學校反映我們要求加課加作業 老公 我們的兒子長大了 我們的教育是成功的 天小的 這種迂迴戰術居然讓他們感動到這個地步 昨天我們家思思對我說 要求我去給學校提意見 要求學校增加作業量 我們東東也說了 我覺得現在學校對孩子太放鬆了 我們東東能有這樣的覺悟 明顯已經高出同名的孩子 當然 還有三寶和絲瓜也 我們三寶向來都是老師孩子也很用功 這次他自己主動要求加作業 看來是學校管理太鬆散了 現在高考競爭多激烈 所以我們平時給東東請了家教 可是家教總是比不上學校老師來的好 我覺得這次我們要好好商量一下和學校反映意見了 東東 你說我們的計測能成功嗎 應該不會出錯 我怎麼覺得前景渺茫 不過是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休息日 怎麼這麼困難 你們不懂兵法 這叫聲東機西三尺六級之一 是苦肉記吧 苦肉記 學校是不可能同意家父的 但是我們家長反映過後 老師就肯定會適量增加作業 你每天把自己搞得很累的樣子 家長就不忍心比你周末去參加這個班那個班了 再說了 其實在學校我們大部分時間還是自由的 這些作業一下子就做好了 怕什麼 我當然希望 東東真了不起 那是 東東通小運抽帷幄的玄機呢 裡面的情形好像和東東估計的差不多 這是孩子們自覺的要求 請您好好考慮 我們很為難 現在只有給學生減負擔 是不可以隨便增加功課的 但是連我們的孩子都覺得他們的作業太少了 但是還是不允許 那我們的孩子的前程怎麼辦 您要這樣不負責任嗎 因為還有其他孩子 這樣吧 你們的孩子我可以開單獨的課程 單獨課程 就是先培養他們 先實驗兩周 再見 拜拜 放學了 為什麼我們要坐在這裡上課 就是 東東 你好像什麼問題都沒解決 東東 還給我們添了很多額外功課 我以為只會加點作業 誰知道會流堂補課 校長秀逗了 這下陪大了 今天把這些考卷做完 明天交 今天不要想睡覺了 東東 都怪你 現在連僅有的自由都沒有了 這也不能全怪東東 怎麼不管他 東東 你害死我們了 昨天的電視真好看 不會吧 要考試了你還看電視 我看他的樣子 據說都是他自己要求的 自己要求 假正經 大家快看 東東現在好要求上進 讀書本來就是一件好事情 我看你不用這麼笑東東 各位同學們 據說東方胡 原來的目標是通過長時間的學校學習 要求更多的自由活動時間 沒想到他把自己給賠進去了 這下我們東方胡真的成為好學生了 其實讀書的好壞和投入時間長短根本就沒有關係 你們看我從來都不怎麼用功 學習都是要講天賦和方法的 在國外人們更重視的是發散型思維教育 還有實際操作能力 只有落伍的人才把希望寄託在死讀書上 你們看 來 來 東方胡 你也好咋 略致的表演 鱷魚的眼淚 東方胡 你努力上進的結果如何 據說下周測驗 你是不是準備爭取一下 東方胡 你就別做夢了 莫卡 你有完沒完 就是 老道到現在 shut up shut up 這身算什麼大半 整身都怪怪現實 老公 我們的親兒子好像太辛苦了 是啊 他現在每天五點就起來 晚上十二點才能睡 你說要是周末在補習 他會不會崩潰 我剛看了一本教育學家的書 說孩子腦子超負荷 以後會受不了的 反而影響學習效果 那可不行 絕對不能讓兒子這樣受罪 他是我們全部的希望 可是現在社會競爭又太激烈 他有上進的要求 我們總不能打擊他 那等下周再看看 這樣下去 我非廢了不可 Me too 東東 對不起 我現在有充分理由懷疑你的計劃了 我老公的媽媽根本見不到我的影子 更不要說心疼我了 我每天騎得比家裡的保姆還早 睡得比小區之班的門位還晚 連吃飯都是在自己房間裡的 我更可憐 本來美洲就只要上升新概念就好了 現在無端跑出來這麼多的作業 連喘氣的空當都沒有 我老爸現在一個勁地表揚我 我都不好意思不讀書了 冬冬 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大概是剛開始他們還沒有意識 再熬兩天 再說我們的體驗計劃就只有兩周 我現在看到書就頭疼 都快分裂了 我好想睡覺 要是體驗期過了 大家都覺得效果很好 怎麼辦 那我就再離家出走一次 來了 媽 您來了 媽 我來端 我來看乖孫孫 他有老長時間不下樓了 冬冬在自己房裡讀書呢 最近特別忙 他不想找他 我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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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他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可以問他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才今天沒見 為什麼我的孫子就那麼瘦 你們老師逼他讀書 我都不读书 你看孩子都这样了 我们家东东最近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家三宝起床时间是一天比一天早了 我们家的四卦现在比我们家保姆都要累 你们说这样下去孩子受得了吗 我们东东周末还要上全天的课程 我怕孩子给累坏了 我们要不要再去和校长谈谈 让他取消计划 也只能这么办了 老爸老妈好 老爸老妈晚安 我明天有考试晚饭不吃了 我要复习 东东 妈妈给你买了最爱吃的甜瓜 你先吃点东西 好多作业 东东 我们有话要和你说 我今天到你们学校去了 怎么办 我真的要求继续加课 这回完蛋了 地上了吗 没有动呢 让我进去越好睡上一觉 东东 你最近表现很好 很好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还要继续上补习班 我永远不可能是华罗哥或者爱因斯坦 天哪 谁来救我 我和你爸爸考虑过了 天哪 我这辈子都给毁了 我们决定取消你的所有补习和加课计划 这回非死不可 不经过我同意就取消 不对 这个 是取消 什么 取消 所有的 我和你爸爸都知道你最近很努力也很上进 但是你是妈妈唯一的亲儿 你这么累我好心疼 其实读书也不是光靠补习就可以好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调整你的学习方法 还要注意休息 老公 儿子们又烧坏 一下子让他不学习可能打击了他的积极性 怎么办 东东 但是如果你要坚持的话 家父是我要求的 但是我更尊重老爸老妈的决定 我想全面发展肯定是应该的 你先休息好 保证身体不要垮掉 战术终于成功了 东方胡你真是个天才 Histormuho 不对 三宝丝瓜虾米 不知道有没有被解放 东东 你怎么了 三宝他们 他们也会退出补习计划 这周你爸爸决定要你多多休息 我把补习老师都毁掉了 你应该好好出去玩一下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这是什么 有多少 我怎么会有这些帮助 他不然尽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如果你要问我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那就是周末的时候可以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 脑子在疯狂运转一周后就该有一个舒缓的空间与时间 至于舒缓过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我的假期终于盼到了 我吃好了 下面我有事要宣布 看 上周的测验结果 我全班第五 是真的 东的儿子还从来没有考过全班前十名 老婆 你觉不觉得最近东东太悠闲了 东东可是我们唯一的亲儿竞争这么激烈 不能让他这样自由散漫下去 绝对不能 要不我们再把家教请回来 我看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老公 我们又想到一块去了 她们有点灵害 她们很想到 喝酒 喝酒 你的酒 我懂得更多厉害 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